五菱在国内一直是一个很神奇的汽车品牌 它的旗下从不缺少爆款的车型 最近他们又有一辆车火了 这辆车相信我不说很多人也能够猜到 没错就是11月份刚刚上市的MPV五菱凯杰 目前凯杰的订单已经破了3万台 销量上榜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凯杰是五菱全球银标首款旗舰车型 虽然它的车身尺寸也就和奥德赛差不多 并不是特别的大 但不得不说五菱确实懂中国人需要什么 漂亮的外形彻底的摆脱了以往五菱给人的廉价印象 精致的内饰不错的配置 足以保证家庭用户开出去以后不丢面子 更重要的是车内的座椅配置 标准的六座设计 但主打的却是大四座 这也就让最常用的第二排座椅 有了堪比商务MPV的舒适 而第三排沉入地下以后腾出的纯屏空间 更是让后备箱有了空间保障 如果凯杰的二三排都能够变成纯屏 相信这款车肯定会卖风 当然凯杰也有一定的问题 比如说1.5T的动力稍显薄弱 没有侧华门 后扭力量的悬架也是很多人都不喜欢的 但总的来说8万多到11万多的价格 能够买到一个这样配置的MPV 还是有着非常不错的性价比的